Hello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21号 感谢你继续留守在风人馆风新闻 这里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3月21号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成为风人馆 YouTube频道会员的话 非常希望以及恳请您成为风人馆的 YouTube频道会员 每个月只需要最低10块钱 就能够支持原创好内容了 那么成为风人馆频道的方式 YouTube会员频道的方式就在留言区 那么希望你能够支持 OK 好 这个星期第一则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闹得沸沸扬扬的KK Mart真主自演袜子的这一个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我这里就不重复 那么现在有几个问题 大家应该要去思考的 第一呢 就是这一个错误 到底是故意的 还是无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它接下来会影响 接下来事情发展的走势 第一 这个错误是故意的 还是无心的 那么第二呢 事情发展到现在除了宗教因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那么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课题如何画一个句号 如何来收拾 先讲第一个 这个东西我相信它是一个无心之过 第一呢 就是从KK老板的这个角度来说 来看的话 他已经准备要上市 大家上Google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搜寻到有关KK集团准备要上市 对一个准备要上市的集团来说 他不会用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那么搞坏自己的招牌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发现到这个问题挖子的分量非常少 OK 它只在特定的一些 只在一间店 不是特定 只在一间店里头发现到 所以它更像是我选择相信 它是一个无心之过 OK 那么第一点已经解决了 它是无心之过 它不是故意的 尽管它是无心之过 但是它所引发的这个争议 它所掀起穆斯林社会的这个愤怒跟不满是非常大 而且是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一点 可能一些朋友觉得说 OK 它是一个问题 但不应该继续的这个开关引号的这个炒作之类的 但是它就来到我们第二个面向要谈的 就是除了宗教之外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宗教是第一 宗教是第二 宗教是第三 一二三 前面三个都跟宗教有关 OK 都跟宗教有关 因为在穆斯林的眼中 这一个错误是很难被接受的 OK 就算是你道歉之后 他们也不买单 OK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事情刚刚好发生在穆斯林的神圣月份 就是开灾 不是开灾 sorry 灾戒月 发生在灾戒月期间 所以这一个事情很快的就被点燃起来 OK 很快的就被点燃起来 那么再加上乌清团在背后 乌清团团长在背后以强硬 以非常激烈的方式来带动 来炒作 来制造风向 来带风向 那么如果大家有遇到 在这个课题上 国盟是相对安静的 不管是伊党 不管是土团党 因为这个课题对他们来说 如果要凝聚力量的话 哇 就很快的就能够凝聚到一股强大的民意 站在国盟背后 似乎国盟特别是伊党 在这个课题上是真的是很安静 OK 安静到大家都觉得有点惊讶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够力量改了改了改了 那么国盟一定会逮到这个机会 对政府或者对这一个商家 KK集团采取激烈的行动 但是没有哦 真的是没有 不管是党主席 署理主席 副主席还是总秘书 从中央到州署 到地方的领袖 伊党似乎是很有默契的静静 或许对伊党来说 有几个因素 他们不需要去炒作这个课题 第一呢 马来社会都已经在他们的口袋里头 他们已经稳稳地收获了马来社会的支持 所以不需要在这个课题上 再去加油填出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课题也不是他们想要凝聚支持的课题 OK 对他们来说 这个课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特别是他们在非穆斯林心中 原本已经算是保守 甚至排他 甚至是右倾的迹象 所以如果再去在这个课题上大作文章的话 对伊党来说 不会增加太多的这个分数 首先在马来社会里头 他们都已经形象都已经非常好 已经非常的这个健康 已经难获大部分的这个姿势 所以没必要在这个课题上继续加一把劲 那么在非马来社会当中呢 他们的形象原本就已经不是 不是这么的忠用 不是这么的包容 也不是这么的开明 如果再继续炒作的话 对他们来说也不会加分 所以伊党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自己土团党呢 同样的土团党的母体 OK 他们的中央也没有看到 也没有留意到他们有发表激烈 或者是非常强硬的言论 有啦 土团党的这个青年团的团长 OK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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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的这个言论 但是他主要是针对 针对政府说 为什么你政府不马上采取行动 之类的东西 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矛头指向 KK 集团 反而 物卿团 那么物卿团 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呢 这个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讨论的其中一个点呢 就是政治因素掺杂在里头 但是他政治因素掺杂在里头的时候呢 到后期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 因为国家元首出身 当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发表声明之后呢 整个局势就变得非常大的一个 怎么说 我也必须要很小心很谨慎的讲 就出现了一个转弯点 一个拐点 可以这么说 出现了一个拐点 OK 这个拐点呢 影响到今天事态的发展 比如我们看到 在柔佛地方政府就开始对KK 集团 KK的这个便利店 采取了行动 那么 一家借到罚单 另外一家呢 直接封店 那么这一种情况 他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对整个KK集团来说 他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甚至会有灭顶灾难的风险 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不再是 KK集团本身处理危机 处理这场危机的这个能力 他已经上升到 马来社会如何看待一部分的华裔商家 他已经上升到那一个的这个地步了 所以对KK集团来说 他接下来他要做的这个东西 他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 以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才能够让这个事情平息 所谓的代价是什么 所谓的代价呢 就是他受到警方的盘问 那么甚至会被控上庭 所以他被控上庭几乎是 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今天他和另外7名公司的高官 已经被警方传造问话 所以在这个事态发展下去的话 他被控上庭应该是可以预见的 这个发展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对集团来说 现在能够做或者需要做的呢 是把姿态放到更加的这个低 尽管他们在星期六的时候 星期六的时候其实已经道歉 然后也在他们的这个店前面的 这个告示牌那边 电子的这个荧幕那边 放道歉的这个其实 但是这个动作没有办法缓和对穆斯林在这个事情上的不满 我看到一些网民们的留言在这里提醒网民 你们要谨慎留言 要谨慎留言 因为这个事情很容易发展到一发不可收视的地步 OK 大家真的要谨慎留言 那么如果我看到一些不恰当的留言的话 我这里会动手直接把它给关掉 OK 因为事情已经不再是局限在物卿团 团长在那边纷纷扰扰 在那边吵吵闹闹 OK 当统治者 当马来统治者发表声明之后 这个事情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境界了 这点真的要很小心 OK 不管是在我这个平台还是在其他人的这个平台 东西都要非常谨慎 你可以说 这个是马来西亚逐渐保守化 或者是做生意很困难 不管你什么理由 目前这个就是事实 OK 这个是事实 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快速的画上一个句号 那么要画上句号 要如何去解决 或者是这个事情这场风波会如何收尾 首先 KK集团必须要有人为这个事情负责 而这一号人物的焦点 应该就是他的集团主席的 OK 那么如果不是主席的话 就是其他的这个高管 比如 他的采购部的这个经理 或者是 其他的这些高管 总之 必须要有人为这个事情负责 那么我们看到的 现在是厂商 OK 他的这个厂商 厂商 今天的新闻有说 他被吊销执照 后来又说 没有吊销执照 只不过是要给他解释之类 如果解释不满意的话 才吊销执照之类 不管怎样 这一个责任不能够仅仅由工厂来承担 KK集团本身也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那么由于不满者没有看到 KK集团在这个课题上承担起他的责任 我现在是从马来穆斯林的角度来看 华人以及非马来人看这个事情 跟马来社会看这个事情 那个角度是有很大的一个分别 那么在今天 在刚刚 郡武有发给我一则 这个文章 是Adrian Lim Cheon 他所写的 OK 在昨天 那么这一篇 他的这个贴文呢 获得相当大的这个反应 我现在刚刚看 有15000的share 有15000个的分享 在他的这个文当中 然后like的人数呢 是有12000人在like OK 他里头 他写的是相当的这个 相当的这个不错 他就解释说 在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头 华人不了解马来社会 马来社会也不了解华人社会 跟印语社会 所以这一种不了解呢 很容易的会加剧 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 就加剧彼此的误解 那么情绪很容易的被 很容易的就会被挑起 他也 他也 他也反映出 目前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社会里头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处在一个互相容忍 以及勉强 然后勉强 互相尊重的一个地步而已 一个状况而已 一个状态而已 并没有真正达到彼此欢庆 OK 彼此庆祝我们的分别 我们的差异 还没有到大家可以欣赏 可以欢庆你的差别 或者是我的差别 大家就停留在那一种 OK 我是要尊重你 OK 有些时候尊重啊 或者是这个人 很容易的会被 那种心情哦 他是会被挑起来的 因为我是忍你 我并不是发自内心 欣赏你的这个不同 所以这一点是有相当大的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分别来的 就是我们每次就提到说 马来西亚是多元 多元的话就是我们的资产 我们互相尊重 但是停留在尊重不足够 应该要上升到另外一个 欢庆彼此的差别 OK 我看到猜猜讲说 要淡化这个事情 为什么还要来说呢 OK 我必须 这个课题我就必须要回答 为什么要淡化了还要说 那么我说的目的 有两个 第一就是表达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第二就尝试告诉大家 马来社会 他们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的看法是怎样 在这里并不是要去 煽动大家的这个情绪 这绝对不是我的工作 也不是我应该要做的 同时也呼吁大家 不要再去煽动 或者是去挑彼此之间的 这个矛盾 或者是敏感的心情 如果一再挑逗的话 对整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 他会火上加油 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则新闻 那么这则新闻就讲说 有一名华裔的这个 算是年轻人 哪怕是年轻人呢 还是网红 他就在这个课题上 拿这个袜子的事件来 开玩笑 那么结果 他道歉 道歉了之后 现在被警方逮捕 那么有些时候觉得 一些朋友啊 他们没有察觉到 事情的这个严重 以为说我开玩笑 无所谓 OK 但是在目前超级敏感的时刻 任何的开玩笑 都要避免 不能够认为说 我只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平台而已 我用中文而已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态 因为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 非华裔 他们会看 会听 也会讲 因为在马来西亚 华小当中呢 有20%的华小生 他们并不是华裔的小朋友 他们是有族 那么这一群的人数 会不断的增加 所以不要以为说 OK 我要讲东西 我要讲某某人的坏话 或者是讲某某人的是非 那么我用中文讲 那么其他族群的人就听不明白 或者是听不懂 没有 COME ON 不要存有这种心态 这个东西是要不得的 因为很多有族已经会听 会看 甚至会写 OK 我看到这个字不是真主 是阿拉 OK 在伊斯兰的这个词汇当中 阿拉就是真主的意思 OK 就这么简单 没有必要在这个字眼上再去斟酌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已经上升到 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情况 那么对接下来的发展 你看 应该就是KK集团要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了 只能够说这个事情遗憾了 OK 这事情有点遗憾 它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方式来处理 可惜它除了牵涉到宗教的元素之外 另外一个加入其中 你看 有没有注意到我讲东西真的是要很慢 因为我脑袋要要要要要思考 要用怎么样的这个字眼来尽量的中心 OK 不要有太多的情绪的元素存在 就是除了这个问题上除了宗教的元素之外 一些政治人物政客的新炒作的心态 令到事情变得更加的恶化 要讲的就到这里为止 OK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最新的一些进展 最新的进展应该就是KK被地方政府调查 而且被地方政府调查 目前为止发生在柔佛 那么除了柔佛之外 接下来会不会其他州的地方政府 也同样采取这个行动呢 如果柔佛过了之后 就马六甲、圣美兰、雪兰 如果每个州属的地方议会 都采取行动去检查 去调查KK便利店的话 那么对KK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他在全国有881家的分店 那么只要有一半有400家被当局调查的话 对他来说 这一个冲击会严重影响到整个集团的运作 OK 我就先这个课题就先讲到这里 另外一个课题 接下来讲的这个课题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问一问大家 各位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26年前在吉隆坡举行的 Common World Game吗? SUQCOM SUQCOM 它是在1998年 OK 1998年在马来西亚举行 在吉隆坡举行 而当时是非常轰动的 OK 因为SUQCOM 被誉为世界第三大的体育盛事 是仅次于这个奥运克运动会 奥运克亚运会之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供运会 OK 那么这个事情 这个供运会到底会不会在马来西亚重新的 相隔了28年之后 OK 就是在2026年 在马来西亚重新再举行呢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简单来说 就是原本要举行供运会的澳大利亚政府 因为不急 澳大利亚政府因为成本的问题 决定 我们不要办了 这个四年一度的2026年 原本要在维多利亚州办的 OK 我们不要办了 我们交出来 交出来看谁要接手 那么供运会联合会 就是CGF 讲说 OK好吧 你交出来的话 马来西亚你要不要 OK 如果马来西亚你要的话呢 那么我就准备1亿英镑 差不多等于6亿令吉左右吧 我就会sponsor你6亿令吉 作为对这个赛事的支付跟遗产规划 其实我不理解什么叫做遗产规划 总之呢 就是给你1亿英镑 6亿令吉的这个辅助金 那么问题来了 马来西亚到底要不要办 那么回答这问题之前 看一看 为什么澳洲他不要办 那么别人不办 马来西亚借来办的话 我们是不是借别人的烂摊纸 还是我们马来西亚是很紧张的 我们要成为救世主 我们要借这个烂摊纸 是不是这样 那么看一看 澳洲他不要办这一个供运会 因为他的费用 他的成本增加很多 原本Australia以为 他当初算算算算算 以为说最初的时候 只需要差不多80亿令吉 或者是差不多81亿令吉 差不多等于26亿澳元 就够了 但是后来算算一下 哇 从26亿澳元 可能要增加到70亿澳元 那么他涨幅呢 是超过两倍以上 所以对澳洲来说 哇 吃不小 所以他就放弃这个主办权 那么接下来 马来西亚的名字就被提起来咯 OK 那么如果我们看一看 6亿令吉的辅助 感觉上好像是蛮吸引人 但其实不是如此 马来西亚办这一个供运会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要花超过6亿令吉 可能要花上几十亿令吉 那么这6亿令吉够吗 肯定是不够 那么不够的话 政府就要多贴 在目前这种行情 这种情况 我们倒贴值不值得 我们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国家议程 需要政府花钱 答案是肯定需要的 不能够为了一场供运会 而花几十亿令吉 那么其实反对的声音是相当多的 比如我们的体育专员 他就反对 他说6亿令吉的补贴 其实太少了 如果马来西亚要办的话 至少不说不说都要10亿令吉 如果多的话可能要高达130亿令吉 那么我们要看看 我们的国库现在有没有这笔钱 答案是没有 那么政府都要调高电费 要削减补贴 OK 连燃油的补贴都要削减 那么在这一种削减补贴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政府再拿钱出来办一场 澳洲都不想要办的供运会 这种逻辑是说不过去的 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来看看上一届举行供运会的城市 它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 博明汉 那么博明汉因为这一场供运会 他在2022年举办 2023年 这个博明汉市政厅就宣布破产 因为他没有办法支付 他这个供运会举办之后 所留下来的一堆洞 OK 那么在2022年 当时他们花了 差不多我看了折合马币 差不多花了整47亿令吉 来举办这一场供运会 47亿令吉 办这场供运会 之后呢 就不定 OK 破产 破产之后 英国政府没有出手拯救博明汉市政厅 英国政府讲说 OK 你自己搞点吧 你自己想办法吧 然后我们再看 放弃主办权的维多利亚 他们因为违反合约 而必须要付11亿令吉的赔偿金 要付11亿令吉给供运会联合会 所以对于大马来说 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的例子 也看到了博明汉的这个例子 所以马来西亚政府 特别是首相应该要三十 那么我相信内阁应该会在明天开会 就会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承办 2026年的供运会了 基本上 应该能免则免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花这一笔钱 不过有意思的呢 就是马来西亚奥礼会的秘书 纳吉夫丁 纳吉夫丁是谁 纳吉夫丁就是前首相纳吉的儿子 纳吉夫丁就说 其实大马还是可以举办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供运会的规模缩小 OK 然后我们可以跟新加坡一起来联办 因为新加坡也获得这个先议 OK 那么新加坡也很可能也会举办 那么马来西亚就马兴两国一起来举办 听起来好像是行得通 但是实际的运作能吗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么纳吉夫丁讲说 OK 我们可以缩小 第一缩小规模 第二呢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建什么选手出来了 不需要了 那么这些选手呢 就直接入住酒店就搞定 OK 那么他还提到另外一个论点呢 就是如果我们办2026年的供运会的话 是不能够跟1998年 供运会相提并论的 因为1998年的供运会 我们要花钱建场馆 OK Bugit Jalil OK 有Bugit Jalil的indoor跟outdoor的这个stadium 还有Pusat Aquatic 那么当时呢 还有这个选手村 同时在1998年 为了应付这一场供运会 马来西亚的第一条轻快点 LRT呢 就在那一个时候投入服务 那么在当时就有两条线 一条呢 是克兰尔加亚Line 就是走BJ的 另外一条呢 是安邦Line OK 所以我们的LRT呢 已经有26年的历史了 它是为了供运会而建的 那么我们不给Jalil的国家体育馆 以及附近的体育设施呢 也是为了供运会而建的 所以现在如果马来要举办的话 可能需要花点钱来翻新 那么其实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是大马奥里会 秘书他的意见 那么这里问问大家 问一问朋友们 你觉得马来西亚应不应该举办供运会呢 来 欢迎你 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觉得应该吗 还是不应该 应该的话 把你的想法讲出来 如果你觉得不应该的话呢 也提提你的这个意见 那么这里讲一讲 我记得我在1998年的时候 当时我在大学念书 那么我有特别上来吉隆坡去看一场 是看唯一一场的供运会的比赛 当时我看的是Hockey 是勾球 为什么会选勾球呢 我其实也不太记得了 因为那时是跟着一般大学的这个朋友一起来看 这个勾球 看这个Hockey 然后我记得书报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国旗 那么进去体育馆 进去这个赛场看的时候 当时的氛围真的是很不同 我可以喊啊 坦白讲 当时我对勾球的整个赛事的 怎么去比赛啊 谁打谁啊 都不懂的 那么马来西亚对哪一个国家也不懂 那么勾球是怎么玩的 我也不懂 就是当时是年轻了 就跟一般朋友就去看业务 所以那个是我对1998年供运会的这个印象 还有呢 另外一个印象呢 并不是在赛场 OK 而是乘坐LRT 哇那时候 哇对对对LRT感觉是很advanced的 哇很先进的 哦它在上面过 又可以穿 又可以在地底 所以那一个时候 对于对LRT 对于供运会的印象跟感觉都是很新鲜 然后也觉得说 哇马来西亚真的是很紧张 在那时候觉得 哇老马真的是不错 能够举办到这么有规模的体育赛事 但是现在回头再来看 整个情况又会不同 OK OK我看到是LRT是因为举办1998年供运会而见的 对啊对啊 Scott Eiffel讲说 开支庞大场地设备器材的预算 加上98年举办花了多少钱 OK我你讲到98年举办的时候花多少钱 我这里有看到一篇的这个报道 OK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OK当年负责筹办这一个 Sukom 98的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哦他跳出来他反对马来西亚在2026年举办哦他说呃当时的这一个成本经费是很大的一个问很大的一个呃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的他们在比赛之后呢他们要承担1000万令吉的债务啊 OK我看到一篇的这个报道是有这么样这么样的这个提出 OK呃这名主席他说当年政府拨了100万令吉来成立这一家Sukom 98的这个公司 当时还获得企业的这个赞助不能够单单依赖政府的资金 当时还有这个呃 MASTA的MASTA卡他占助了500万美元 马航呢也占助了机票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 你要马航赞助应该是相当困难 那么要找赞助商也不容易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马来西亚如果单单靠政府拿钱出来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如果你要私人借赞助的话 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吃力 简单来讲 这个供应会2026年还没有轮到大嘛 有这个经济条件还有这个能力来来来举办啊 所以能免则免 再加上呃这个我们的运动员啊 我们的运动员能不能够在这场赛事当中获得更好的这个表现呢 如果能的话其实不错 因为每个国家举办一场国际赛事 都希望自家的运动员在自家的这个场合 在自己的主场能够获得更多好的表现 但是如果马来西亚的运动员的这个水平 处在一个不是这么理想的情况 那么他会成为帮别人做嫁妆的这个成分了 OK 当年OK 当年大马勇夺死面金牌 哇这个我真的真的没有印象 我也不知道当时大马获得了多少的金牌 不过记忆当中马来西亚的表现 在1998年还算是不错的 OK还算是不错的 如果现在真的要举办的话 我看应该要花的呢 综合一些报导应该不仅应该不止10亿令吉这么简单 如果扣除对方支出的6亿令吉 那么大马还要自掏腰包还要多拨出一个4亿令吉 那么这个4亿令吉是政府出钱 还是要成立另外一家公司 然后再由这家公司去找赞助商呢 总之不是这么简单 OK 不是这么简单 对政府来说 还有其他更多更重要的议程 OK 还有更重要的 我看到 YL罗讲说 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举办供应会 即便跟东盟国家联合举办 但是资金有没有足够 我认为不能够靠政府 私人企业也应该参与赞助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要私人企业赞助 我觉得有点挑战很大了 有点挑战很大 反而GLC政府关联公司 可能可以要求他们 或者是强制规定他们要赞助 比如 国优 Petronas 比如其他的政府关联公司 比如说 Maybank CIMB 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关联公司 每一家关联公司 拨出几十万来赞助 可能还勉强强能够凑足资金吧 但是如果这场赛事举办了之后 没有办法提高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 那么 不值得 花了这笔钱真的不值得 有朋友讲说 劳民伤财得不赏识 劳民伤财就要看政府如何去筹集这笔钱 那么如果政府能够很有创意的 在不动用国库金钱的情况之下 筹集到这笔钱的话 这个是可行 否则的话就相当的困难 就真的是不容易了 OK 好 那么 第三则我看到第三则是关于 其实跟第一则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讲这一号人物 讲这一号人物 阿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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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短的时间内上到最高峰 我们先讲这一号人物 阿克马 他今年是36岁 36岁 他是1988年 1988年出生的 他本身是一名医生 然后他的医科是在俄罗斯之前看了他一些背景 他是在俄罗斯独医的 那么他在俄罗斯念医科的时候 他在当时已经是巫统的党员 他是巫统俄罗斯俱乐部的主席 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关心政治 也开始在大学的时候参与政治 然后回来 读医回来之后 有当一阵子的医生 之后他在上一届的周选 马六甲周选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参选 在莫里茂参选之后他胜 他的多数票 当时是巫统在马六甲赢得的议席当中 他多数票是最高的 这一点他还真的是不错 拿到最高的这个多数票 那么后来他就受委为周行政议员 那么他在过去的一些争议性的言论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说 肉骨茶 然后批评华人兴春生鱼 那么还有在更早之前 当市场上缺白米的时候 他身为马六甲周行政议员就去 凸击检查一家的米脚厂 然后就说 不管怎样 你一定要包装本地的这个白米 不能够因为没有钱赚而不做 所以在他当时有拍他的那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出来之后 对他的这个形象是两极化的 部分的民众认为说 拍手OK你做得很好 那么另外一部分就觉得说 他不了解市场的这个运作 在那一个时候呢 这个视频没有引起太多的这个关注 毕竟他当时关注的议题 以及他去凸击检查的是 马六甲的一间米脚厂 所以他集中他的这个 他的影响层面 或者是他的讨论的点 集中在马六甲而已 那么后来在肉骨茶 然后在这一个 张庆幸去机场救人的课题上 突然之间 阿克马他就红了起来 成为全国的焦点 那么他现在更是大家的焦点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都已经是风云人物 风云人物的意思就是 他的形象两极化 OK那么你支持他的 你就会觉得说 嗯他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不认同他的做法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你干嘛要自贬身价 难道你真的认为 你炒作这个袜子的事情 能够为你赢得知识吗 其实未必哦 几位马来政治分析员都认为 阿克马尝试要利用这个课题来为自己加分 往自己脸上贴金 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让他 以及让巫统赢得更多马来选民的支持 OK 因为马来选民在上届周选 六周选举以及上届大选 已经抛弃了巫统 而且他们抛弃巫统并不是从上届大选开始 而是在上两届大选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巫统的马来自私利逐年下滑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2018年全国大选巫统不会丢失这么多的议席 然后在2022年大选的时候 不会输胜26个国会议席这么凄凉 在过去他们的国会议席有八十九十 那么这一次只剩下26席而已 所以马来人远离巫统并不因为单纯的一个或者两个原因而离开巫统 它是众多因素造成的 同样的 巫统如果要重新赢回马来选民的支持的话 不能够单靠单独单一的这个事情 必须要由其他不同的因素促成 那么巫统才能够赢得重新获得马来社会的支持 单靠恶骂的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不行的 是行不同的 那么恶骂想要炒作这个课题 看来呢 他的这个认知的高度呢 是停留在巫统基层而已 OK 就是你乔王岸的这个程度 或者是你Bahagian的这个程度 就是底层巫统领袖的程度 而不是全国巫统团长的这个高度 那如果你是巫统团长的话 你的格局应该是放大 那么这一种 如果你真的觉得 宗教受侮辱要发起 Boy God 杯葛 抵制的话 你就让你的其他领袖去办吧 那么你身为团长 你要做的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 直接去到KK集团的总部 然后跟负责人对话 告诉他们 为什么马来社会穆斯林 对这个课题这么敏感 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那么自己发动抵制的话 就交由其他周级的领袖来去做 区团的领袖来做 你身为团长 你应该要关注更大的议题 而不是在种族跟宗教课题上 继续地再去吵 因为他不会给巫统带来实际的好处 反而会让非穆斯林 对巫统更加的反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巫统主席 Zahid Hamidi 劝告 劝告 务卿团长 OK 好啦 要妥善的来处理这个课题 那是什么叫做妥善 OK 妥善的话 是不是说 这个课题 应该要适可而止呢 还是说 应该要 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 Zahid没有说得很清楚 那么阿克马也不理 阿克马他现在是 完全是英雄的形象 是人 坚持到底 那么你坚持到底 可以 但接下来的事情 对你巫统团的分数 你的这个形象 你愿不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呢 可能他觉得他可以承担 他认为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所做的呢 现在是民意所趋 他有整体马来社会 穆斯林社会的这个支持 再加上整个舆论的风向 都在他那边 这个是他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如果放在全国 放在多元种族的角度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扣分的 不会为他带来加分 他应该要利用政府的这个管道 官方的渠道 来表达不满 OK 来处理这个意见的分歧 他没有这么做 他一来呢 就先把姿态摆得很强硬 摆得相当高 现在他已经是有点骑虎难下了 他必须要把这个英雄的形象坚持到底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中途放软姿态 你就是泄气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必须要把强硬干到底 所以对他来讲 事情如果一日没有落幕 没有达到他满意的这种情况 他会继续扮演整个英雄的形象 OK 他这个英雄的帽子戴下去之后呢 他是不会脱下来的 尽管他的老大 在跟大家说 要妥善处理啊 那什么叫做妥善 他不理的 所以对阿玛来说 接下来 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他会再出什么样的一个招数呢 还不得而知 不过他应该会继续的 要看到 KK集团的这个负责人 受到兑付 被控上庭为止 那么他可能 他才会 满意这种处理方式 OK YLgo讲说 今天人权利是 City Kassim 发视频 抨击阿玛的行为 我没有看到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视频的内容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回应 不好意思 优良兄我还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OK 心不由 Auntie Bollet讲说 心不宽走不远 那么如果我们看为过去乌青团长 他们在刚刚上任的时候 都会去 有一种SOB 有一种标准作业程序 都会去挑起 族群的这种不安 焦虑 要凝聚支持 比如说 之前的Najib 那么后来 Hishamuddin Hishamuddin也是有 不要忘记 Hishamuddin连续 几次都是在乌青团 大概上举出马来剑 他觉得说 我举剑罢了吗 那么你们非穆斯林 为什么这么敏感 我这把剑 我又不是 哪来上战场 它是文化的这个象征 他不明白 所以为什么 我这把短剑 代表我的这个文化 非穆斯林 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应 直到2008年 308 海啸之后 他才为 他过去 频频举剑的动作 道歉 那么我印象很深刻 他的道歉 是两种的道歉 第一 他是为他举剑 引起乌灰道歉 第一个道歉 第二个道歉 他为他没有办法 为举剑 来代表 这是马来文化的 这个行动而道歉 所以他当时的道歉 是有一点 跌倒在地上之后 还要抓一把杀 他首先 他知道 非穆斯林社会 对他举剑的动作不满 OK 好 你不满 我就道歉 另外一方面 他也说 原本这个是我的文化来的 那么我因为 没有办法捍卫这个文化 捍卫这个举剑的 这个文化的这个动作 所以我也道歉 OK 这个就是 黑小木丁 OK 好 不过 黑小木丁现在进来 也是真的是很近 近到 好像是人间 蒸发这样 就算在国会 现在在国会开会 讲到黑小木丁 现在在国会开会 耶稣没有看到他的这个新闻 他很安静 为什么这么安静呢 因为他跟Zahid不同调 那么早在2018年 武统倒台之后 当时就有传出说 Zahid 不是Zahid Sorry Hisham OK 我们现在讲Hisham OK 突然间扯到 让我想起Hisham Hisham其实也是很多故事 可以讲的 那么当时就有传出说 Hisham手头上 有整十多位的 武统的国会员 可以跳槽过来 西蒙支持 老马的西蒙政府 后来就不成了 之后 Hisham就跟 武统的领导臣 渐行渐演 特别是Zahid 那么现在Hisham 被冻结党籍 被冻结党籍 6年 6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CIC大选 Hisham是没有机会上阵 因为你不是 巫统的党员 所以对Hisham来说 现在他一直都在部署 在看看 他接下来的政治生涯 他要往哪一个政党靠拢 是巫统吗 很难 只要Zahid还是巫统主席的话 Hisham就没有办法恢复 他的巫统党籍的身份 那么如果Zahid在来接党选的时候 他退下来 因为各种原因 他退下来 他没有再当主席 很可能 Hisham可能会重新回去巫统 主流那边 那么如果还是Zahid的话 Hisham到底要去哪里 他要去土团党吗 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 他要去伊党吗 好像是有这种可能 因为几个月前 他跟伊党领袖的互动 特别是跟伊党主席 Hisham的互动也非常的明显 他甚至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都放出这些照片 那么Hisham到底接下来他要往哪里去 这点我会继续的为大家观察 因为我对Hisham也很感兴趣 虽然他很安静 他还能够影响部分的巫统国会议员 不要以为说Hisham看起来好像是很近 其实我相信他背后有一些部署的 OK 这个是突然间扯到Hisham那边 OK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留言 OK 好 OK 那么今天我看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OK 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希望下个星期跟大家来聊的时候 这个真主袜子的事情可以缓和下来 OK 马来西亚确实非常需要一个和谐以及平稳的社会 不要有太多种族宗教的纷争 因为这对我们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希望国泰民安 这个是我有种的希望 OK 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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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